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吹悠扬 轻声慢慢飘动 吹到了安家 吹烟一点点生化 闪顶落日的彩虾 最后落下那一滴才是边境的笔画 很小的时候爷爷教我提笔练习中国画 柔中带高横平数值 强调谁运的功法 老先生讲若方五色不同色调不同的用法 还要配上的一轻而入化 沉重水墨丹青 花瓣落地也有声 青瓷转瓦白日梦 飞到了另一个时空 我想问老先生 只怕想也没有用 青瓷白色一场梦 消续着情意有谁懂 射将青到金瓶山 只往常过如丹琴 当才这首歌唱得真的太棒了 不光说有这个就是真假音的转换 男生女生的感觉 对 还有这个中国风跟R&B 我其实在唱歌的时候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以前我们宝贝团 就是有明星来的时候欢呼的 然后刚刚那个玉冈老师一唱的时候 我们饼干的欢呼 饼干来一段时间 来 一 二 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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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的欢呼 你就是那个潜意识的这样的 你知道最重要的是在放整个R&B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就包括饼干他们是这样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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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问一下 听完了刚才李玉冈老师唱这首歌 什么感觉 我就觉得有一种穿越的 穿越的感觉 然后 是光看多了吧 对对对对 就是 开始就觉得这首歌 一个很man的男人在唱歌 突然的时候就变很hip hop你知道吗 然后突然就变成一个唱戏的 然后我就觉得我内心潜在那部分 也被挖掘出来的 所以刚才叫我一张 就叫到自己高兴的地方了 而且我觉得让女生特别没办法 陷进在一个环境中很久 比如说一开始是好像说 谁家女子在那里抚琵琶 然后后面又在那里那个又又又 然后我们就一开始还是觉得 哎呀 应该做这种动作 然后等一下就觉得 哎 应该跟着晃起来 然后就等一下又精锯来了 就啊 哎 但是好听吗 很好听 就结合着让年轻人觉得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玉冈老师的pose你知道吗 一上来的第一个pose 是举头望明月的 然后紧接开始p-pop 对 紧接着又有那个 长戏那个感觉 我实在有的接受不了 好 这是他们 大家的感觉 对玉冈老师的感受 但是其实大家都说出了 就是我觉得玉冈是有变化 特别是就是近段时间 好像整个人有一个这种 不管是外形上 还是这种可能曲风上 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飞跃 和一个变化 因为今天我见到李玉冈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哎 这跟我平时在电视上 见到的不一样 真的不太一样 就感觉人就放松了很多 包括 对 包括就是有半上的时候 包括还有像穿上那个西装 今天我就觉得太合意了 他对 还穿那个就是西装 就是有点中国风的那种感觉 我们也有一张以前的照片 来看一下好不好 看一下看一下 来来来 几乎是这样的装束对吧 对 其实都还满版的对吧 穿的都是西装 衬衫 好 刚才这个看完了之后 我会觉得说今天他是不是 不重视到我们的节目呢 还是怎样 太随意 是 穿着为什么会这么重新 曾经刚刚去健身满浪以后过来的 没有 很重视 那玉冈老师 星星挑选的服装 为什么现在变化成这样呢 因为自己已经有了自己的新专计 而且里面很多的歌都是很时尚的歌 所以呢 对 青春一点 对 很多东西要一定要吻合 就像那齿轮一样 所以今天如果我也穿得很沉重的话 可能也不符合这样的一种感觉 就特别 力动起来 而且这么多俊男靓女 所以呢我不想跟他们有 就代勾有五条就够了 咱别十条是吧 不希望跟他们有代勾 但刚才我有点小伤心 这么多俊男靓女 就把我们俩排到外面去 我忘了 对 对 心里舒服一些 可 因为这张专辑 对于刚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我觉得是12年才发 其实出道这么长时间 很多的新人士先发了专辑 再上通告 大家慢慢一个了解 您是其实成名大红大紫的 之后才推的这张专辑 这个专辑的确是非常晚 12年说的还是稍微的有点过分 十年磨一剑 对 确切的来讲是将近五年吧 因为我来到北京是06年的时候 参加央视的星光大道 星光大道 我其实当时的成绩是全国 我是年度的季军 年度的季军 相当棒 一般一般 全国第三 真是世界第三 全国第三 然后从那个时候你想 那个时候就确认自己 可能是另外一个层面的 跟原来的那种 那样的一个地下娱乐 肯定就不是一样的 从1998年到2006年的8年中 李玉刚一直对家人隐藏着 自己男扮女装表演的真实职业 因为在东北农村 那是一件很丢人的事 直到2006年参加星光大道 获得年度季军 李玉刚才得以真面目示人 然而刚出道的他 又被卷入真假花旦之争 当时那种感觉 其实大家是有在不接受是吧 那肯定是这样 肯定是 因为演出的这种特殊性 决定着和一个群体 其他的工种 对对对 肯定是格格不入的这样的感觉 因为毕竟中国还是一个传统的社会 而且现在还好了 我赶上一个好的时代 所有人们在外来文化的这种熏陶之下 人们这种心灵已经打开了 所以还好我就赶上了这一轮 就赶上了这一轮 就赶上了这一轮 赶上了这一轮 改革的春风 改革的春风 是因为吹满地 其实我们说回这个专辑 就是那么多年才出这个专辑 现在是找着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呢 其实这个之前没有想到太多 但是呢06年末07年 我做了一首单曲 叫《新贵妃醉酒》 对 对 所有人都特别喜欢这首歌 而且原来我粉丝的年龄段 都是属于稍微大一些的 这样一个年龄段 叔叔阿姨 对 叔叔阿姨 突然有了这首歌 让很多的年轻人走进了我 然后突然 是吗 是 是 对 我要在这里发言 就是我的奶奶 我的奶奶75岁高龄 是李老师绝对绝对忠实的粉丝 谢谢 李老师在人民大会堂有过演出 对 演唱会 也演过出 我奶奶自己让我 就是去帮她买票 然后我送奶奶 奶奶去看演唱会 结果你就在门口 我不 看中生人的演唱会去了 看中生人的演唱会去了 对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来 跟李老师说一下 那我是在大会堂的演唱会 你去了吗 还是手体呢 对 梁肠 我奶奶都去了 但手体都我去了 大会堂是我姑姑陪她去的 知道了 你们全家都是中生人 后来她为我的票房也做出了相当大的公司 真的 谢谢 你看还有另外一个 不是 我觉得 不是 我觉得应该表个态 这新专辑出了买多少张啊 这个已经已经 这个奶奶还不知道这个新消息 我决定 我决定直接回头 就绝让奶奶知道了 我先买好直接送回去 这个靠住啊 谢谢啊 我看你表现 如果你表现得好 没准是李玉刚文送给你一张呢 千名千名 真的 好的 没问题 奶奶奶真的我在透露啊 我的奶奶房间里面有三张照片 一张是爷爷奶奶的照片 一张是我的 另外一张李老师的 我知道她意思了 我也知道她的意思 李老师已经有人家了 不不不 我的那张是 我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 对对对 咱矜持点 矜持点 矜持点 要录节目呢 好吧 我以为要上手了 不管这样 我们上手是要什么呢 我们要上一下专辑 来看一下专辑 好 其实这张专辑 对她来说是真的太重要 包括里面的服装啊 听说好像都是跟您自己也有关系 是不是 是有您自己参与到设计的 她说这个MV里的服装可能是 其实呢 这个服装是我演唱会里面的 个人演唱会里面的服装 然后呢 精挑细选 然后放放在专辑里面 嗯 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哪个 等一下 最喜欢的是这张 哦 这张 哇 白娘子都出来了 但是就 就是我觉得实在太漂亮了 你作为一个女人看到的话 会 会不会觉得自己都逊掉了 我觉得是一个就是 可能她诠释的感觉 是一种就是她歌里的这种感觉 这个衣服配的是什么歌 这个叫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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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磁面的 看着磁面的 刺一般银 铁上线 得令了 真的是有 有那种感觉 有那种感觉 会被感染到 我就想知道这个就是专辑的这个创作 比如说一些歌 有没有自己参与的部分 那当然有了 刚才提到新贵费最久 被很多年轻人接受 并且喜欢我的时候 然后 因为这首歌就是我自己去找狐狸老师 我们自己商量的 我想要一种什么样的风格 什么样的感觉 当这首歌承认了之后 我就想我这张专辑 是否能够再多找一些这样的歌 还有 就走那个路线 走到你 其实还有很多故事 比如说我刚才唱的 《水墨丹青》的那一首歌 然后当时在这首歌出炉之前 我是去看了王力宏的演唱会 真的是坐在那里 以个观众的这样的角度 被现场几万人的这种气氛所熏燃 然后我突然在想 我说 对我来讲 这样的一个时代 我拿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和年轻人来对话 互动 对 之后的确是被现场的感觉 还有所有的观众 应声而喝的那种声音 所刺激和震撼 所以我也要应该找一些这样的歌 但是肯定要和周杰伦 王力宏不同的 区别开来 对 因为如果在戏曲的唱腔上 如果说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讲 我相对来讲是胜任的 然后我才想说 那中国风的东西 是不是用在我身上更恰如其分 所以我在开始又在寻觅了 比如说《水墨丹青》 还有《清明上河图》 然后《南飞燕》等等 很多很多歌 看王力宏的演唱会 是因为你其实就是本来 作为观众来说 你就喜欢他 还是为了去找那个专辑的感觉 才去看的呀 其实我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呢 你看在北京 分析一下 在北京所有的演唱会 我都去看 其实更重要应该是去学习 再找灵感 或者说再找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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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更加境界 找一种境界 就是看别人如何在台上去表演 对 怎么着能把这个气氛做得更好 对 王飞的前一段的演唱会 张学友的 包括沙拉布莱曼的 然后韩庚的在北展的演唱会 那她的你也看了 对 你准备也开始走这种风路了 也没有 我就是喜欢然后去感觉 过几天 潤的演唱会又在北京 听说她又是 又是参军前的最后一场 你也要去看 我肯定会去的 蔡子 你有没有想过说 如果唱刚才的那首歌 一开始的时候 李老师要用潤的那个动作的话 会不会很有意思 我觉得应该让她这样 她会觉得很难 但是我觉得李老师 应该是一个 不处任何这种 这个场合的这么一个人 我也觉得是 而且在我们宝贝团的掌声之下 她应该会同意的 是全演的 来 教我两个动作 那个 就是直接踏出第一步 完之后是胸水 哎哟喂 完了往后 完了 对 完了这样 一下 1 1 2 起来 起来要出来 简单一点的吧 你这太难了 有没有这个 可以这样 对 我再来 简单一点 往前走 1 站直 站直 吸一下 回来 这是疼吗 对 不 吸口气 吸口气 再起来 完了之后再转一圈就好了 再转一圈就好了 您再配上那首歌就更合适了 哪个 就是刚才您那个R&B版 B HORP 不是这个吧 对对对 来完整的 完整的 来一版 慢点 你就不要在旁边那个 不要不要不要 对对对 哪首歌 就是刚才我们的第一首 那个 水墨丹青那一首 水墨丹青 水墨丹青 给点节奏吧 疼 很 第一个什么词我都忘了 什么词 谁家女子在树下 扶手带手 好了 上午 不是 对不起 对不起 不能拿润的东西跟我相比较 因为我们完全是两种风格 没错 是的 它走的是那条道 是这条道 对对对 怎么能够交接呢 而且我觉得大家 再见 我一说看了刚刚李一刚老师那段 我觉得仿佛来到了这个 成练的世纪坛公园 没有没有 对 其实我觉得让他 让他唱跳舞 可能这个献学有点太难了 不是 我就在想说 哇 没想到他的性格怎么能这么好 就活泼呀 对呀 就我原以为说 李老师应该不会去跟我们玩起来的 但说实话 李老师你在我们的这个意象当中 其实是书卷气比较浓的一个人 还好 还行 我们就很难想像 你居然会那么喜欢什么 我有的时候 也多了解我 我 我是属于冷幽默的那种 那要让您讲个冷笑话的话 这个没准备 冷笑话必须得是碰碰碰碰碰到一起 可能突然爆发一个 就这样 刚才说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演唱会上 不同艺人的表演 那想问一下 既然您说王力宏 还有这个周杰伦 他们走的 对 我们先靠一边 就两个人走的 其实也有一些中国风 对 您觉得您的中国风跟他们是一样的 有什么不同 不同的原因 我记着周杰伦的歌 里面是不是有一首 那个会员奖 霍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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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 有 谁会唱 怎么唱 有 谁会唱 是这个感觉吗 其实我知道周杰伦也在努力地 能够把这种 这种 对 中期的感觉能够诠释的 或者说能够共享更好 更有花样 对 但是因为她是那种演出的风格 她也是尽力了 所以在她的这个基础上 我也希望说能够 把我中国传统的这一块 尽管是传统和时尚相经合 能够把传统的这块 做得更纯粹一些 这不是 周杰伦有很多跟 就是比如说 传统故事的连结 比如我们青花词 我们菊花台 它好像也是这样的那种 跟中国传统文化靠得很近 对 你唱菊花台什么感觉 大家想不想听 当然 这首歌我在我的演唱会翻唱过 演唱会唱我觉得 对对对 然后菊黄的裙子 非常非常漂亮 但是我是翻唱 有女生翻唱的 WER су 比考虚一双 至少 你的笑容一�� 黄 花落人断肠 我心是精心疼 北方万叶未扬 你的影子见不断 独留我孤单在湖面成熟 我们在座的宝贝团协会 这种方式来唱 我们让一个女生来试一下吧 你 我 这是李老师演中的女生吗 她 我不太会唱这首歌 不行 我想说一下 吕刚老师真的唱出 淒淒惨惨惨的感觉 就比周杰伦的要入味一点 谢谢 您可以不唱 谁来 谁来 好 来 我一说女生的K 本来就比男生高 所以说你要盖过李老师 就必须比他的K高 天哪 好难 你是要逼死他 我看到李老师真的好激动 走 走 去花残满的香 你的笑容已泛黄 好听 好听 花好人断肠 花好 我心思轻轻荡 也未放乱 也未养 你的心思前不断 徒留我孤单在湖面长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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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囊 你在说话跟唱歌完全是两个概念 但其实我以前学过京剧 真的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 你是学 没有 你是哪个绝 她肯定是学过的 因为刚才她唱菊花台 这个吊门是非常非常高的 她是按照我起的那个吊唱 对啊 那你再比如说你是什么绝 淡绝还是 就是淡绝 淡绝 你想展示一下吗 可是 可是我们现在不想看到 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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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其实我觉得聊到这个余刚老师的生活 就是我们看到她生活当中 其实跟她舞台上的那个展现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而且她的性格也是跟我们舞台上看到 以为她会比较书卷气的那种感觉 是不一样的 还好 李玉刚现在的演出也越来越多 对 平时应该都很少回家吧 回家吗 回老家吗 不是在北京不是爸爸妈妈跟你住在 同一个小区 对 真的 哪个小区 我了解的还蛮 哪个小区 这我不能说 那保安告诉我的 别弄过我 也天天回家的时候 也很少能够看到爸爸妈妈 但是 住在一个小区都很难看到 对 因为我工作还是比较晚 每天都很晚 大概多长时间 见一次平均的话 那几乎天 我吃饭要到爸爸妈妈那里去吃 天天都能够见得到 但是就是说话的时间就几乎就没有 你知道李爸爸现在是什么状态 就是他特别心疼儿子 可是他心疼儿子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有的时候呢 像我们爸爸就可能就直接说 最近太辛苦了 注意身体 他是在那个浴缸在吃饭的时候 他爸爸会自己屋里 你怎么知道 是吗 他会回自己屋里 因为为什么 就他会觉得说 儿子太辛苦了 这么要去跑 他看到在那吃饭的时候 怕自己忍不住 那种心疼儿子的心情 怕他看到 所以 是这样的 是 然后每次会讲 天天的 然后坐在那里 然后我住的时候也在旁边 我说吃饭十分钟 马上下楼 就是这样的 我爸爸他受不了 他嫌我们太忙到 一忙到之后 他心里会很乱很乱 所以呢 他又为我心疼 所以他干脆就是 血而不见 可能会更好 因为他没有办法来改变我的生活 我母亲也经常会那样讲 他说的 儿子咱们就这样别再拼了 就是老 已经很好 他们会觉得你已经很好了 但是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他为什么这么拼命 在北京生活就是这样的 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就是这样的 你是不拼了 你不拼了 不通向 而且没有回头路可以走的 对 这是我的事业 这是我的事业 我只有拼 而且我还有很多很多的梦想 前两天看那个 什么梦想 什么梦想 前两天看那个奥斯卡的 奥斯卡的颁奖典礼 是 的时候 然后呢 我写了一篇微博 然后就意思说 看了奥斯卡颁奖典礼 很多的镜头 勾置着我无数的梦想 我突然想到 我说 当我这些梦想 全部实现的时候 我已经老了 很老了 希望这些梦想快一点实现吧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呢 其实呢 平时在家的时候 也会写 勾置一些剧本方面的 因为我对电影的确是情有独钟 所以呢 你对 我又是做事情靠谱的一个人 并不是说我花钱秀腿弄一下 要涉足电影圈 只是跟大家 哎呀 这条路很长很长 但是也许很短很短 其实就是还有这个想法 对不对 您准备去演电影 那个电影 如果要演电影的话 会对角色上有自己的考量吗 演电影都还好了 其实就是电影方面的工作 我都喜欢了 比如说编剧啊 导演类的这些东西 大家比如说 说到什么样的休闲方式 你是可以接受的 也是愿意去的 休闲的方式就是和我的朋友 一起去度假或者出去玩 这我是喜欢的 旅游 可是在旅游的时候 您会一直都系着这根围巾吗 他太爱戴围巾了 也会记 对 我有很多很多条围巾 你知道吗 你最早就是我 确实对他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他可能 那个时候可能是08年 可能07年 07年关注到他的时候 07年啊 就是那个围巾 是那个五四青年式的 那个白色的围巾 经常上台的时候 很多 现在慢慢的有时尚的 那个元素进来了 而且每次看来 私下看到他 他都是系着围巾的 不管穿什么衣服 我觉得李游刚 他系围巾 他会有很多种不同的打法 而且能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 现场能不能就 简单地教我们一下 也 也 那试试吧 试试 来来来来 我们上根围巾 我这样我就当您的模特儿好不好 好的 来 这个模特儿有点歌声了点 您需要我坐下还是需要我 非常普 其实我很多很多的围巾 很多都是我的粉丝送我的 有的时候记不清是谁送的 但是 都是他们对我的这种 这种知道的 大家都知道你喜欢围巾 对对对 这条是我送给您的 对 比如说这个是 最最常见的一种 就是跟你现在那一样吗 对对对 来麻烦音乐起 一二三个 走得还好 好了 第二套 第二套 换装 我来寄个 我们俩一人一个好不好 对 你别把我那个给寄了 要不然我没得展 拉外脖子吧 一半 一半 走 开始 好 好 好了 一位老师再这样一三个 这个我一样 你那肯定跟我的不一样 你是给谁寄 会的还挺多的吧 菜籽 当然 必须的 这是一个节 这是一个节 因为今天是吕玉刚老师 给我在寄 所以我心里头有个新节了 我会喜欢他一辈子 谢谢 好 好了 谢谢 谢谢 今天呢 其实我们这个时间还挺短的 马上来到节目的尾声了 对 可是我还是想听一首他的歌词 我们这样吧 我们要不 我能点一首歌吗 可以 其实我一直很喜欢那个 《镜花水月》 可以跟我们唱一首吗 《镜花水月》 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这个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呢 会继续请到 于刚老师给我们分享他的一些故事 最重要是他的音乐的部分 对 好 我们北京客下期再会 谢谢 谢谢 来 尤其是我们刚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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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心卻流 镜中的梦为谁红 水中的鱼为深夜 你赢了什么一颗窗 花爱凋落为谁伤 问你酒醉几时香 花爱开满了剧头 水中的鱼为小手 残月桃梦也要走 青州佳人画无面 水影残月月无言 风吹花儿 日而白 鱼而走 心卻流 水中的公圆 水中的鱼还很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